謝謝唐鳳 也謝謝新創社會 新創社會 新創社會 上禮拜拜訪之後 因為我回去有做成 因為我們沒有字幕 我知道你有稍微剪一下又加字幕 你看 謝謝 然後 所以 我們現在就是創這個平台 我做了一個平台 第一步就是莫正開發 然後另一步就是做個YouTube 然後兩個結合 主要是因為 要做通路就是要越多人看 然後我們接下來 今天的拜訪完之後 我們會把它剪成第一片 我們的第一片主要是介紹我在做什麼 然後會傳給我的親友去看 希望親友認同該概念的 幫我再分享 然後越多人知道這樣 那我今天 因為我到今天早上才全部弄完 所以我今天的 PowerPoint我來不及弄 弄完了 可是來不及用 可是我 我方便怎麼傳給你 我有跟你 就是要Google Drive的分享權限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收 我不會用 你不會用 我都完全都不會 我現在只會 其實那個很方便用 我不太會用 那沒關係 還是你現在是存在哪裡 我現在只存在手機 那你就按分享 然後AirDrop 或者是按分享 然後E-mail 完整文件 然後 簡報 簡報 對,簡報 然後 你說AirDrop 你有E-mail的話 就E-mail E-mail就最快 那這是我的那個 影片 然後就輸入我的E-mail就好 謝謝 就是第二個這個 這個嘛 這個嘛 小的這個也是 我朋友都會笑 我怎麼好像古代人一樣 不好意思 慢慢來 這樣吧 好 這是上次那個 李斯坦 拿到你 對對對 這樣收到嗎 你就 你剛剛寄了嗎 剛才寄了 有啊 我有看到 好 你就開始吧 好 其實就是 嗯 他就是 我就自我介紹 那自我介紹其實 因為每個人 其實生產背景不同 其實也不用都贅述了 大概是那樣 那其實我要做的事情 大概我到目前為止學到的 我要做的就兩個事情 第一個是截至資本 然後第二個是 應該就是第五頁 直接跳中年 第五頁 截至資本跟 武展階級的革命 嗯 因為我到 我到去年才看三民主義這本書 我小時候都沒看過 然後 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 就是 我本來成立第一義 義 義只是說道義 就是說我們有義務 平常我喜歡幫助別人 我去做這個義而已 可是後來我看了三民主義之後 我覺得 因為三民主義這個內容 就包含了宗教人在心意和平 我那個只是一小部分 然後三民主義本身 比較大 而且 而且我後來發現 我從小生 這邊出生 我在這邊生長 那我所受的教育 跟那些 目前來自都是三民主義 傳下來的東西 那當然也不是非三民主義不可 而是因為我現在受到的是三民主義 所以我想就是說 針對裡面我感受到的 然後我想要在裡面創業 我想要做什麼 我再立在這個三民主義的基本 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 我說要做的事情 就是第五頁這個 劫持資本 因為我就是 因為我一直做創 想要創業做業務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 我做不下手 例如說我去做保險的時候 保險公司跟我說 我們公司產品最好 你去賣產品 可是我講不出這些口 因為我覺得 我賺不到 我不會去賺 我沒辦法去賺這個人家的錢 我不懂我為什麼要賺這個錢 所以我覺得是說 我們賺的錢 分配資源分配上的話 可能需要調整 因為我一直到去年 我還以為我們台灣是資本主義的社會 可是到了後 就是看到三民主義之後 原來我們當初的架構不是資本主義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現存是這樣 就我認真 有社會民主特色的資本視察 另外是說 無產階級革命 當時我看到書上是說 因為 他是說 我們中國還沒有機器設備 所以不像歐美 他們說可以做無產階級抗爭 去鬥爭這樣 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現在已經有很多企業去掌控了很多資源 那環境跟當時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倒不是像以前的那種 資產 無產階級鬥爭 因為鬥爭的結果 那些人就變成有產 那有產 那只是換人做而已 那這樣就不是 我覺得那不是一個道理 我覺得道理是 無產階級的人 自己要去取得資產 那就是你自己要創業 所以取得生產工具 比較精確的想法是取得生產工具 是 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那我 其實我自己可以成功的話 幫助更多人成就這件事情 那整個台灣就富有起來 那富有起來 大家可以做更多事情 幫助更多人這樣 所以當然 目前在做的事情 是從這個開始 那想做10年 利用我上班銜家的時間 一個禮拜播一天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對 那 那 目標 這個第六頁 也 也就是現在提出來的 可能 直做之後可能會有調整 那都也不是很重要 那所以 重點是還是提溫的部分 對 那因為我之前看你在影片上 有 有說 你有研究過如何拉近人與人的距離 對啊 那請問這個你有在分享這個著作 還是說 連結可以看嗎 嗯 我想就是 要怎麼樣去傾聽或者去溝通 是 如果找我的名字 Tong Phone 然後有一個叫未來大人物 未來大人物 對 那有一部影片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傾聽溝通 怎樣拉近人與人的距離 哦 上次好像看一些 還沒看完 那再去修選 因為我們平常 我多20年來都有去做業務 那我們學到的就是 莫生開發 莫生開發第一步就是 我看到你 然後我先給你點個頭 然後去微笑 然後再來 如果你有話對我講的時候 你就會主動講 那我們就去聽 那聽完之後 如果有什麼點我可以用 我就會跟你講 那變成感覺就拉近了 那因為我聽你在那上面是說 一般網路上 我們根本沒見過面 我直接打字 你認懂我的觀點 就直接就變成拉近關係了這樣 那我再去多了解未來大人物的影片 那第二問題是說 對你來說創業是什麼 創業來講就是 把一個本來社會組織的型態 去加以革新 或者加以變化 讓整個社會可以看到一種新的組織型態 又來講到創業 是 那如果硬要加五個選項的話 就是說 我上面寫那個 你會覺得它是屬於哪一種 當然是知難行業 知難行業 好 對 怎麼說呢 怎麼會這麼認為 因為選項那麼多 你怎麼會覺得它是較自然 因為我們在改變一個社會主題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預先去預測 新的這個做法到底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我們就有實際去做 做的時候按照大家的反饋 好比像說 在鑰匙幫忙賣通帳 他會告訴我們說 他需要把號碼開 就把片段拿下來等等這些選項 那這個呢 又在當我們知道 原來顧客那邊也有不同的選項 好比像說 要是開到太晚了 那他工作更晚 所以事實上他也拿不到頭帳 所以我們才開發了超商預購的這個選項 那有一些朋友說 就是他沒有自己的手機 他手機是公司的等等 所以我們又在研發了超商插卡預購的這個選項 那又有很多朋友說 他跑兩次超商很麻煩 那我們又研發了 就是明天開始去超商拿的時候 又可以順便訂購的選項 也就是說按照大家實際的行動 要知道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們不可能在兩個月三個月以前 就預測出了今天會有什麼樣的區間 所以預測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行動是很容易的 那因為我聽你說 你都是在做一些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大概是這個 那請問你目前在做的 你覺得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是什麼可以分享 可能就是 所謂的促進天下大同 一進大同 那這是目前正在做的嗎 因為你已經到了全力的團體 然後已經在實際 那有沒有像其他的 像例如 我Elon Musk 他想要去宇宙 什麼什麼 其他的 目前你知道 有預想過其他的 想做什麼 我想天下文工 世界大同 本來就是一個 不太可能在這一輩子 我看到完成的事情 但是我想如果還有 額外的時間的話 那我也覺得像Elon Musk 那樣子去探索 各種不同的星球 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主要是我個人的情趣 主要還是以就是 天下文工跟世界大同 作為我們目前工作人員的方向 是 那另外再請教 就是題外的問題 你說 你們對於 三民主義的看法是什麼 是 我覺得當然就是 在當時提出來的時候 是 他裡面的民權 也就是民主制度的部分 是相當的先進 因為他強調直接民權 是 在當時其他的 大部分的國家 都還是代以整治 就是別人幫我們去講話 就像一個立法委員這樣 但是當時他就已經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像瑞士那樣子 慢慢的從這個公民社會裡面 來長出直接民權 就是大家直接來討論事情 不完全靠待醫師來討論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公投 有罷免 有等等的這些制度 都是從直接民權的這個想法來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要不要衛生紙 要不要衛生紙 要不要 小丁順便幫忙幫他 他那邊關心 我想 当然施工背景不一样 那时候说的东西跟现在一定不会不一样 可是蛮领先的 那就是说 所以你们认同三民主义的概念吗 我想至少里面民权 特别是直接民权的部分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民国是公民之国 这一点确实是认同的 因为我在接触你的讯息之前 我是觉得好像三民主义好像都有问题 可是来了之后 自从看你的作品 例如说你的办公都放在网络上 然后你的讨论政策都是在网络上 大家共同讨论 我觉得民权的部分 已经得到充分的发挥了 那其他的民族跟民生的部分 您怎么看待 我想民生主义的基本的概念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社会物主的安全网 那像台湾的健保制度 其实就是民生主义一个很好的体系 因为你只要被涵盖在这个共同体里 这个共同体有超过90% 有点久久的人都已经涵盖在里面了 所以事实上它让你不需要担心说 如果你开始有一些咳嗽或什么的症状的话 你如果不小心染上肺炎的话 大家都不会抵藏自己的病情 就戴个口罩就回去看医生了 因为大家知道说 就算治疗很花成本 你不需要自己淘汰 你不会因此而破产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让健保制度 变成我们现在在防疫的时候 社会安全网的一个最有力的侯盾 这个其实就是民生主义的一个体现 那下面 之前前几年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军工叫的退休碰跟保险 还有那个劳保这些部分 未来有解决方案 因为像我母亲就是听到劳保快破产 他一直领 一直领之后 他就慢慢的钱就花大笔的钱就花掉了 那变成说 而且现在前一阵子我看到片段 看到蔡英文总统她说 虽然修改了一些条例 可是未来可能还是会破产 可是后来我们接触健保的部分 健保部分 因为我们有在接触保险 健保本来也说破产 负责了多少 两百多还是多少 可是因为透过改善之后 现在已经挣了 挣了两千亿来多少 我国民事业的详细 上健保制度的改善这个非常重要 包括总额及肃制 当时总亚一 那边都是 其实陈时中老师 帮了这样大的忙 对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改革 还是需要 就是相关的利益和关系人 能够去想比较长远的事情 长远的事情 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短期的利益 而是最一代一下两代 像是最期待的利益 这是永续的意思 所以只要有愿意 就是永续作为目标的改革者 我对台湾的这些保险制度 还是蛮有心情的 所以目前你有在参与到保护 军保护或是那些的部分 没有耶 我参加内阁的时候 其实当时万亿老师主持的 就是内境改革 已经进行到相当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其实没有碰出那方面的理由 是 目前还是看好了 反正事情遇到了再解决就好了 大概可以 那最后一个就是民主的部分 你想请教 是 我想因为在当时 就是孙文在创立这个想法 是否 他主要还是以文字书写的历史 所以 其实汉满门违藏 各自有各自的文字 各自有各自的历史 那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因为台湾很多的文化 它并不是用文字叙述的 不管是像 普拉斯尤大哥 发言人属于的阿美族人 或者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太亚族人 或者是其他的各族 那原住民族 其实主要就是靠身体 跟大自然的不同 然后跟口传的历史 然后跟歌舞 跟人去承载它的记忆 那你要说永续的话 他们几千年前就已经在了 事实上上万年前 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文化开始形成 对 那所以以至于说 一直到整个太平洋 包含一直到永细来 对 都是他们 他们的祖陵 其实在台湾 有看过没想到 回到台湾来寻找他们的祖陵 那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一种比较永续的 民族的 跟大地是一体的 而不是透过书写 来跟好像自然有所区分的 我觉得是台湾这边非常 独特的一个贡献 那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做 原住民族的 转型正义的工作 所以我们也希望 大家知道说 其实并不是好像西边的 已经西化的 这些有文字的 要来教育 要来怎么样 相反的是 我们应该要透过 像岛内移民等等的方式 去跟这些不同的 口传的文化去学习 来让我们重新知道说 我们本来跟大自然相处的方式 可能农业的工业的方式 其实有一些地方是不允许的 那我们在这边也有辅导 反而我们在一起学习 对 是运用原住民族的土地 原住民族的跟动方法 不使用农药 不使用其他的东西 然后慢慢的把一些 古老的一些草 或者是古老一些的做法 把它慢慢的就是 富裕起来 富裕起来之后呢 它还是可以变成全世界 包括像加拿大 有一位Cree族 也是原住民族 他们叫First Nation 那他们最近也才透过外交的管道 跟我们说 他们族人也很需要口罩 我们也才刚给了他们一笔口罩 所以就像加拿大 它是联邦制 但是原住民族First Nation 它并不是联邦的一部分 因为他们是本来的主人 所以是他们是有自治权 像国内但是外交的这种关系 国内的另一个主权 所以这件事情在台湾 虽然因为之前都是用一种 比较歧视的方式 来看民族民族 所以我觉得 我是很想说 把本来的那种 以文字为主的那种民族 那种架口 把它扩大 把它扩大 变成是说 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文化 有些是文字的 有些是口传的 等等的文化中间 去重新凝聚出一个新的民族主义 所以这个是我把它叫做 在话之中 就是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中间 嗯 之前有常常提到 多于文化这部分 对 就以生命为主 而不是以义 对啊 因为我知道 像我少少是周族的 那我接触他们概念的时候 例如他们打猎 他们打猎不是说 我今天打猎才存起来 而是我今天要吃的时候 我才打猎 对啊 我要摘山上的树 是我到了这个季节 我要吃几颗 我拿几颗 就是需要的时候 才叫做人要嘛 对 但是其实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这种就是要 呃 存很多自己聚集很多 事实上是有点排除其他人 排除其他生命的这个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应该跟原住民族 学习 对 那我大概知道 就是我觉得要 我还要多学习 因为就是 嗯 就来之后就觉得 我觉得那天回去的感想 我就来跟电脑讲话 嗯 因为你的资料库 比我们高 就是 可以存在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你的见解 就是真的比我们光 光多了 那我觉得还是要多学习 那希望之后 有机会 如果还有在这边服务 有机会 礼拜三再过来请教 没问题啊 那 今天跟你约了那么多时间 就是可能 就这样就够了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啊